綠燈一起步 機車群一路往前衝 就看到這名身穿黑色外套的女騎士 速度最快 一路超車 下一秒就往路中央偏移 換個角度看得更清楚 機車宛如失控一般 撞上中央分隔島 騎士彈飛 在空中轉了好幾圈 倒在路面上 當場死亡 再看一次這驚險畫面 機車沒有和其他車輛碰撞 卻出現漂移現象 同時看到分隔島上的路數 也有明顯搖晃 懷疑可能是風勢過大 才會導致這起車禍 真的風很大 剛剛紅燈 這起車禍發生在20號下午4點多 新北市蘆洲環堤大道上 附近民眾直說 一整天風力都不小 受到海馬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北部吹起東風灌進陸地 導致蘆洲地區出現5到6級震風 台北入夜之後 更是出現8級強風 宛如颱風過境一般 他這個跟車的重量 還有個人重量也是有差的 因為那台機車算是比較清醒的 這起車禍是否因為怪風造成的 我們將會持續調查附近的目擊證人 還有監視器以釐清案情 死者是目前就讀科技大學 一年級的女學生 疑似因為騎乘重量較輕的機車 加上體型鮮氣 又車速過快 將會被強風吹倒 風勢大騎車務必減速慢行 以免無形的風成為躲命陷阱 記者嘉明呂龍軒 新北市報導 威力達 在莫會 碧姫 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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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 溪